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六岁小男孩拥有超强意念控制力 利用时光机改变世界的故事 话说在未来世界,每十个人之中 就有一个能用意念控制周围物体的人 然而他们大多数都是只能控制硬币等小东西 而烈岁的小男孩小强与其他人不一样 他每当害怕、愤怒的时候 便能控制周围一切物体 可谓是百年难得一个的天才 然而秘密弄人 这点小强在跟着母亲出去的时候 被两个杀手追杀 母亲为了保护自己而死去 小男孩一路逃跑 坐上了逃亡的火车 从此覆车之火在他心中点燃 三十年后的世界 石光穿梭机已经被发明出来 官方为了宇宙时间的正常序列并没有应用 然而这个发明却被黑帮组织使用 他们利用穿梭机将现在的仇敌传送到三十年前 让三十年前的杀手处局掉 如此天衣无缝 人们把这种人称为环形使者 为什么叫环形使者呢 因为三十年之前的环形杀手 总有一天会遇到未来被组织灭口的自己 而过去的自己把未来的自己处决掉 一个生死环就形成 男主乔是一名年轻的环形使者 他每天帮着组织完成灭口任务 以此获得高额的佣金 直到有一天 他遇到了从三十年后传送过来的自己 这天他生平第一次失守 让未来的自己老乔逃走 要知道环形使者如果没有闭环 将被组织秘密处决 为了逃命 同时也为了抓到老乔 将冠赎罪 他四处躲藏 终于在一个餐厅 他再一次见到了老乔 自己见到自己 这劳动实在有点大 两人都很是谨慎 老乔跟他了解了未来世界 原来那时的环形组织 已经被一个叫大乔的男子统治 他不断追捕 处决环形使者 老乔也是好不容易 才穿梭逃到现在 原来他来的现在 是想要在大乔长大之前 结束他 依次整个环形组织 和自己死去的妻子 乔相亲的老乔所说的 凭借着老乔 从过去带来的线索 很快便去寻找小乔的住所 这天乔 凭着电话号码 找到了大乔的家里 而此时的大乔 还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 跟着母亲沙拉住在一起 乔本想偷偷溜进去 却被母亲给逮到 他跟沙拉解释 未来时光机的事情 并且告诉沙拉 小乔未来会成为一个 十恶不赦的黑帮脑大 这边两人正聊着 老乔偷偷地从另一边 准备偷袭小乔 可看着他还是六岁的小孩 老乔实在是下不了手 暂时纠结地离开了 完事后 乔索性在家里留了下来 跟着小乔和沙拉住在一起 果然小乔的强大的意念控制力 不久就显到了出来 这天他在家里 搞得天翻地覆 被自己吓坏了的小乔 一个人躲在玉米地里哭泣 乔好心地安慰着小乔 两人渐渐有了感情 而与此同时 老乔还是不愿意放手 再一次回来 准备结束年夜的小乔 就这样 一个要保护小乔 一个要杀掉小乔 接下来 故事也回到了开始的画面 老乔追射着母子两人 危急关头 小乔念力再一次爆发 将周围一切疼痛 母亲声嘶力竭地劝着小乔 学着平息心中的情绪 最后小乔哭了 世界才平静地下来 可落地的老乔 拿着枪就像急速的小男孩 天军一发之际 母亲用身体 倒在了枪的面前 而乔似乎突然明白了真相 原来不光自己和未来的自己 是一个环 拧药的小乔 和环形统治者大乔 也是一个环 没有杀戮就没有仇恨 没有仇恨 杀戮也不会循环 最后乔用枪结束了自己 老乔也因此消失 父亲活得下来 小男孩也不用逃亡 小男孩被母亲 又抱回了温馨的家里 世界也朝着美好的一面 发展的下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美好的童年 是一辈子珍贵的财富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未来的李 为了找李 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呢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在这关注 本的作品来源 美国电影 环形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